第十二届的海峡论坛大会 日前是在厦门这边登场 当中的阿美族的青年洋品化 受邀演讲 高喊我是骄傲的中国人 台下顿时是欢声雷动 但是你看整段影片曝光之后 台湾网友这边骂声不断 甚至讽刺的写下说 祖灵听完都要哭了 今天他的爸爸说 儿子在中国大陆生活 所以必须要尊重他的言论自由 部落的头目则认为 他应该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是否沦为统战的样板 不愿多谈 我来自台湾的部落 我是骄傲的中国人 高喊我是中国人 阿美族青年杨品华 一番话让台下嗨番了 让我们全面实现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穿着西装外套 里头还搭配原住民 传统图特的衣物 杨品华登上海峡论坛演讲台 重点聚焦一个中国 从祖林交付的任务中 我们更能够体悟 族群未来发展之所向 不能为任何团体 以及媒体谬论所利用 坚决反对分裂 国族的一切思想 将近五分钟的演说 杨品华一再呼吁 促进两岸少数民族融合 这让台湾网友看了不以为然 还说阿美族的祖林在哭泣 原住民是中国人 什么时候的事情 认为这就是中国典型的 统战样板 他无法代表其他原住民的声音 并指出原住民与南岛民族 同文同种 并非中华文化的中国系统 配合中共政治宣传的作为 并无法获得台湾人民的认同 这些极少数遭利用的统战对象 更不能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 编达把整个族群变成中国的少数民族 不仅面予美此时 更容易成为中共统战的棋子 受到外界踏乏与批评 杨品华父亲却这样说 杨平王夫妻没有太多评语 只是中国透过海峡论坛 企图统战台湾 遭遇被台湾民众看破手脚 记者综合报道